星期一上午,香港航空登機櫃位出現短暫人籠 航空公司要開放全部櫃位,為旅客辦理登機手續 有報道說,香港航空地勤人員不滿工時過場 集體請病假,影響登機服務,航班受到延誤 但旅客就說不擔心 我們都幫他們買了,我不是很擔心 因為佛塞回到來,只要遲些 你們在去旅行嗎? 不是工作 星期一上午,香港航空航班延誤的情況不算嚴重 即是有一班去上海和一班去曼谷的飛機要延遲起飛 到中午時份,人籠大致散去,登記過程順暢 有不肯上鏡的香港航空地勤人員向我們透露 他們現在每個星期工作45小時,需要輪班 其間公司都有安排足夠休息時間 未聽過有同事計劃罷工,但有沒有人不滿工時安排就不知道 香港航空回應說,今日並沒有員工集體告病假 地勤和機組人員告病假人數約是百分之二 搞星期日的百分之六位低,機場運作大致正常 總裁楊健鴻在公司網站發表公開信 讚揚員工在台風之後堅守崗位 知方願意接受員工的需求和建議 並對以往政策和安排上的不足表示遺憾 希望員工體量,又承諾增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前線工作人員 減輕員工的工作量 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羅長國質疑 香港航空應該一早和其他航空公司簽訂協議 在無機位的情況下,互相靠對方的班機疏到乘客 避免出現今次因為打風和北京雨災等的天氣問題 導致航班延誤,影響乘客 他認為事件損害了香港的形象 民航署一定要跟進 香港民航司機就在廖正文部